台中一名狂姓女子已经有八条通气了 她居然还继续的贩毒 而且为了躲避警方追查 还会请不知情的男朋友开车载她来到处放毒 让交易的过程设下层层的断点 就连路旁边的变电箱都变成她贩毒的藏匿处 穿着黑色短袖上一女子从这小客车下来后 开始在路边变电箱徘徊 过明几秒钟就拿出一小袋东西塞进变电箱的缝隙 整个过程女子不断的左顾又判刑机相当诡异 最后不仅拿出手机拍照 还打了一通电话才上车离开现场 郭美多九名男骑士出现在画面中 感觉像是寻宝游戏 依照指令拿到最后一个变电箱 从缝隙中拿出一小袋东西 原来两个人是在进行毒品交易 防性女子在网路上招揽客户犯毒 先收受购毒款项后 将毒品放在里面的地点 交易过程不见面不直接经手 警方循现追查经过多日跟前埋伏 逮捕贩毒的黄姓女子 警察身份她居然有八条通气 尽管如此依旧继续非法贩毒 从住处搜出安非他命七包 没定四颗大麻一包 吸食器还有分装带汗电子棒秤 自以为四处埋包的方式 就可以躲避警方查气 但依旧逃不过检警手掌心 讯后被移送地检署侦办 警方已将持续追溯毒品来源和流向 继续黄建民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托Ray 托 effectively 下次见